蘇慧琴覺得抗告會怎樣 坦白說 我先回應剛剛夢話 一個政黨 尤其是一個執政黨 一個大黨 懂不懂得檢討 我們就看看剛剛夢話那一段話 一個直轄市長 一個已經執政九年的執政黨 發生了一個這麼大的弊案 涉及五十幾億的土地變更的弊案 被錄到收賄 然後而且檢聽到 然後居然說我們執政黨的代表 在剛剛的發言裡面 開始去檢討在野黨 你不是也是一樣 你不是也是一樣 我覺得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坦白說 昨天下午在錄影前 很多大家我們在討論 已經預測說會被這個羈押 為什麼 因為這個高院的第二次的裁定 已經幾乎他就差不多 開始自圍裁定 差不多 因為他已經說 已經點名說鄭文燦就是有串供 甚至有逃亡的可能 甚至他有影響力 他只差沒有自圍裁定 因為如果高院要自圍裁定 他必須要自己開羈押亭 他已經講得那麼清楚 高院的第一次裁定 他沒有講這麼清楚 他只說你地院裁定交保 沒有把話說清楚 可他第二次已經把理由講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地院第三次 再沒有把他羈押的話 這個就真的很難說的過去 所以昨天地方法院就沒有在交保 就把他羈押 坦白說我們看到 現在正式人物被羈押了幾個 正式人物裡面 周典論 然後陳崇文 然後還有今天的鄭文燦 裡面所有人裡面職務最高的是誰 是鄭文燦 涉及的案件最嚴重的是誰 是鄭文燦 金額最龐大的是誰 是鄭文燦 所以如果說你把陳崇文 已經羈押超過一個月 周典論已經羈押超過三個月 今天才交保 然後你說鄭文燦不准搜索 不准羈押 請問一下 那你要檢察官如何辦下去呢 然後聽說傳出來說法官還斥責 檢察官說你這整職是在摸索證據 在辦案 你都不讓他搜索 那請問一下他要怎麼樣去搜索證據呢 如果你說羈押是侵犯人權 所以你要很審慎為之 請問一下那搜索不就是辦案的 基本的步驟嗎 為什麼不讓他搜索呢 是怕搜索會搜索出更多其他的弊案嗎 這個案子是2017年就監聽到的案子 2017年是鄭文燦的第一任 大家想想看 貪毒會只有搜一個案子嗎 會只有搜一個案子 搜一個案子以後會嚇到 我二次都不敢收 不會的 是會實隨之位 發現錢真好收 第二任以後技巧更純熟了 權力更大了 更知道妹妹要怎麼處理 怎麼收 而且監聽是這樣 我以前在市府市長設授 我看過非常多政風報告 當你這個人一旦被掛線被監聽 而且監聽到東西以後 你就會長期被掛線被監聽 所以鄭文燦在檢調手裡的案子 一定不只一個 好啦 那為什麼今天只挑這個案子辦 我認為民進黨政府還是挑了一個 最輕的案子去辦 對 挑了一個之後最容易脫罪的案子 而且挑了一個最容易跟民進黨 其他人切割的案子 因為這個案子很容易啊 到了中央以後 其他民進黨政府的人只要說 這個案子沒有成啊 我們內政部沒有給他成啊 跟其他人切割了 然後跟其他民進黨的政府的人也切割啦 沒有鄭文燦收而已啊 然後鄭文燦退了嘛 鄭文燦以後在律師在辯護的時候 也很容易去辯護 沒有 這舊錢嘛 第二年我們還了嘛 所以出手 賴清德用這個案子出手 辦證 但是沒有要查貪 我認為就是這個樣子 把鄭文燦整得一塌糊塗 可是你說他要訴貪 我認為就是一個樣板戲而已 收了也不行啊 退也不行啊 你們那個議員 賴素魯是吧 他不是收了收了錢又退嗎 還是判刑啦 而且賴素魯對於政策 根本沒有決定影響力 因為他只是民意代表 另外就是說也有人講 暗示七年為什麼選後才來解決法 如果選前就起訴 對選前會有什麼影響